现在养个车确实也不便宜 今天来换轮胎 四个轮胎加一个小保养 1600多块钱 前两天开出去演出的时候 它跳黄灯了 显示漏气 后来检查了一下 轮胎上都是小裂缝 大家看啊 这是我的轮胎 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裂缝 后来检查了一下都不能用 我这四个轮胎 其中有三个都是原厂到现在 七年了没有换 还有一个是中间换过 不过也四年了 然后下个星期 汽车又要交保险 一年一次又是近3000块钱 我现在是真的发现了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 不愿意结婚买房生孩子 不买房不买车 不生孩子不结婚 这四个事情不做 你的钱根本就用不完 那么四个事情当中 你做一半 你就会发现钱不够了 四个事情你如果全做 基本上就是负债 在等换轮胎 师傅说里面那个东西也裂开了 这个也要换 我就知道 把我叫过去 没有好事 说两个下控制币里面的交套裂开了 换了两个下控制币 又是1000多块钱 吞金瘦 买车容易养车难 四个轮胎加小保养 加两个控制币 这周还加了一次油 再加这周一份保险 6000块开销 所以看了我这条视频 有些在买车还在犹豫的朋友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如果不是真的刚需用车的话 完全可以缓一缓 现在上下班地铁公交 自行车都很方便 师傅那这四个换下来的轮胎 我能带回去吗 可以的 看看这个轮胎全都裂开了 这个轮胎我就放在这里了 因为也没办法做成二手的再去卖了 它裂得太厉害了 就是卖50块一条都卖不出去 就是卖50块一条都卖不出去